为了提供学生一个发挥的舞台 海县一间大学装品系举办年度艺术造型彩妆赛 今年以海洋作为整体的设计概念 同学们是绞尽脑汁来标创意 利用彩妆搭配缤纷的服饰 呈现了海洋的美丽气息 除此之外 还有学生是结合环保议题 利用道具呈现各种海洋危机 像是利用许多的白色纸圈 呈现珊瑚礁的白画现象等等 而如此多变的作品呈现 令人十分惊艳 模特儿踩着自信的步伐 搭配音乐登台走秀 他们身上穿的全都是同学 亲手打造出来 以海洋作为整体设计概念的服饰 全身上下色彩缤纷的彩妆造型 呈现出海洋的美丽气息 让人看得为之惊艳 是以人与多唱作 因为人鱼在海洋是一种 让人家有一种传说的感觉 粉红色跟紫色带出浪漫神秘的感觉 然后用头发型是用大波浪卷 因为这样更能呈现整体的造型的美感 这场年度艺术造型彩妆赛 是装品系学生每年的重头戏 这次以海为主题发想 每个人都绞尽脑汁玩创意 除了呈现海洋的缤纷美妙外 还有学生结合环保议题 利用道具呈现各种海洋危机 像是利用许多白色纸圈 呈现珊瑚礁的百化现象等 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环境保育的重视 我们想说让它白化 所以我们就喷了白色漆 然后还有蓝色漆 让它造成就是漸层 对然后来展现白化的效果 因为白化是死亡的前兆 那我们觉得人类跟海洋生物 要和谐共生才能够永续成长 要呈现就是清澈与污浊的对比 然后这些树叶是用来 就是当作污浊的那个理念 因为不想要让台湾的那个海洋这么污浊 前阵子才看到新闻报导 我们的有一条金鱼搁浅然后死掉 然后剖开肚子里面全部都是垃圾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 那我们希望借由我们这样子的活动 再一次唤醒大家环保 然后不只是海洋而已 全世界都要环保的概念 校方也提到装品结合艺术 激发出学生的创意火花 将所学呈现在模特儿的发型彩妆 还有整体造型上 也让秀场呈现多元的视觉风格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